欢迎收看畅所预言 在古希腊文明中充满着许多神话和传说 古希腊人坚定相信天神是真实存在的 所以他们敬畏天神 古希腊人认为 这些天神是大自然力量的象征 代表着宇宙的起源 根据希腊神话的记载 众神就跟平凡人一样 会烦恼、难过 也会产生气愤、怨恨的情绪 他们彼此之间有情爱上的纠葛 也有冒险与力量的展现 希腊神话对于世人而言 是精神上的寄托 是艺术的灵感 也是人生的延续 故事及人生预言舞蹈里 欢迎收看《唱所预言》 黑底斯是克罗诺斯和瑞雅的儿子 在希腊神话里 他是统治民间的神 主管阴间地府的事情 主宰永无天日的名府里 希腊神话对死亡的观念 不成善恶因果 人们认为 冥界是人们死去唯一取得的地方 所以黑底斯的形象 虽然让人觉得他冷冷的、酷酷的 不过 并没有二神坏蛋的形象 而是典型的阴体男子 太坦之王克罗诺斯 因为害怕自己的孩子 将来会推翻他 就把几个孩子们都吞下肚子 黑底斯排名第四 也是长子 当宙斯对父亲克罗诺斯下药 让他吐出所有被他生吞的孩子之后 黑底斯比波赛顿晚出来 所以变成了波赛顿的弟弟 在讨伐克罗诺斯时 独眼巨人送给宙斯雷霆 送给波赛顿三叉茧 送给黑底斯隐形头盔 帮助他击败了太坦 兄弟三人抽签 来分配统治的区域 黑底斯抽中的是管理明界的签 所以他成了统治明界的神 黑底斯通常是坐在四匹黑马拉的战车里 手持双插件 不论前面有什么障碍 他都会逐一的铲除 如果黑底斯走入阳界 那一定是来带领牺牲者的灵魂要去冥府 或者是他在检查是否有阳光 从地缝里射尽黄泉 黑底斯把冥界的事物处理的井然有序 他喜欢黑暗 为人公正无私 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神奇 在希腊人的眼里 他是少数大家真心敬爱的神 因为他为人处事很公正 黑底斯也是希腊神话中名副的名称 根据最古老的神话说 他位在西方 在银海奥克阿诺斯的彼岸 是鬼魂居住的地方 塔尔塔罗斯则用来囚禁被推翻的提坦 有百壁巨人守卫者 赫卡特 埃里尼斯等妖怪也在这里居住 有传言说 赫尔默斯通过拉科尼亚等地的入口 把鬼魂送到冥河斯提克斯岸边 卡伦会用船将他们渡过冥河 三头狗克尔伯罗斯守在入口 对进去的鬼魂不会加以阻拦 但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人出来 死灵之国位于地底的最深处 是泰坦族被拘禁在这里 使者王国的大门位于大地的最西方 也是大洋最遥远的尽头 人们相信仙耀的峡谷是通往大地深处的地方 又可以通到使者王国的道路 人死了之后 灵魂会先来到一片大草原 这个草原上开满了使者之花 在这里稍作准备一下 就可以开始冥界之旅了 人们死后 引导之神赫尔默斯将灵魂带到冥府 地狱和阳间有一道门连着 这是地狱门 这座门设在泰纳斯海角附近 由一只三头地狱犬看守着 任何人一旦进入地狱门 就绝对不能够重返阳间 从地狱门到地狱底层 有一条很长很长的路 路上经常会有虚幻的幽灵来往 地狱中还有许多的河流 其中有一条河叫做科库特斯河 是由地狱中服苦役的坏人 他们的眼泪形成的 因为河中经常会发出恐怖的哀嚎声音 所以又叫做痛苦之河 另外一条河叫做阿格隆河 去接受审判的人必须要经过这里 这条河的水是黑色的 水流湍急阻挡了前进的道路 谁也无法游过去 一个满面胡须的船夫 他叫卡伦 他就在这里摆渡 只有乘坐他的船 亡灵才能过得了河 不过想要搭船就必须要付钱 亡灵要交过河费才可以上船 通常卡伦会收取一块钱的船费 如果等待审判的人没有钱 就要等上一年的时间 到时候卡伦就会免费的接渡过河 不过灵魂得在痛苦之河的沿岸边流浪 长达一年找不到归宿 所以希腊人通常会在死者的嘴里放上一块钱 就是用来渡河的费用 顺利的渡河之后 这还只是第一关 接着来到一片广阔的灰色平原 这里叫做真理田园 连接着两条路 一条是通往幸福的所在 一条是通往痛苦的地狱 再继续往前走 来到冥界门 门口有一只凶恶的地狱犬守着 防止灵魂进去之后 后悔了想要逃回阳间 这个时候灵魂要喝一口忘川水 让你从此忘掉阳间一切红尘往事 亡灵进入到冥府 会开始接受冥界三大判官的审判 冥界法庭的判官是 埃亚哥斯、米诺斯和拉达曼迪斯 后两位是宙斯和欧罗巴的儿子 米诺斯是克里特岛的国王 在位时公正言明 拉达曼迪斯曾经统治过基克拉迪群岛 埃亚哥斯是宙斯的儿子 生前以酷爱正义著称 诸神曾经推举他为众裁人 当死者的灵魂接受审判之后 无罪的人或者是曾经做过好事的人 可以在美丽祥和的岛上 享受衣食无忧极乐世界的生活 如果是在阳间做过坏事 有罪的人就会被打入地狱 由复仇之神根据罪行的轻重施以惩罚 还有一种是无功无过的人 这些王者会被囚禁在民府的荒原中 过着游荡的孤魂野鬼的生活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为亲子共赏 特别企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画布账号42274784 《护民十方法界基金会》 在冥界 罪人会和关闭在这里的太坦神猪 一起接受永恒的处罚 比如说太坦罗斯王 太阳兽的惩罚就是永远饥饿的处罚 本来太坦罗斯王在生前能受到神的待遇 能与神共同竞争 但是他却泄露了神旗的秘密 而且他也偷拿神桌上的食物 他一天比一天的让傲慢 甚至不惜杀害自己的孩子 来称赐神的能力 最后必须在地牢里 为自己惨暴付出代价 坦塔罗斯是宙斯的儿子 他统治着旅迪亚的西匹洛斯 以富有而出名 由于出身高贵 诸神对他十分的尊敬 他可以跟宙斯同坐永餐 不用回避神奇们的谈话 可是他的虚荣心 使他不配享有天上的福祉 于是他开始对诸神作恶 他泄露诸神生活的秘密 从他们的餐桌上 偷取秘酒和仙丹 分送给凡间的朋友 他把别人从克里特的宙斯神庙里 偷走的一条金狗藏在家里 坦塔罗斯窝藏脏物 打死不交出来 将金狗切为己有 有一天 他邀请诸神到家中做客 为了试探神奇们 是不是真的那么厉害 能够通晓一切 他故意让人 把自己的儿子 破罗普斯杀死 然后煎烤烧煮 做成一桌的菜肴 款待他们 在场的古物女神 因为思念被抢走的女儿 在宴席上心神不宁 只有她出于礼貌性的 稍微尝了一块肩胛骨 别的神奇早就试破了她的诡计 纷纷把撕碎的男孩的肢体 全部丢在盆子里 命运女神克罗托 将男孩肢体从盆子里取出来 让男孩重新活了过来 只可惜 男孩的肩膀上缺了一块肉 那是刚才被古物女神吃掉的 后来只好用象牙捕做了一块肉 坦塔罗斯也因为得罪了神奇 罪恶滔天 被神奇们打入地狱 在那里备受苦难和折磨 坦塔罗斯站在一池深水的中间 水深达到她的下额 波浪就在她的下巴翻滚 可是她要忍受烈火般的干渴 虽然水就在嘴边 却怎么也喝不到一滴凉水 只要一弯下腰 想用嘴巴喝水 池水马上就会从身旁流走 留下她一个人孤单的站在平台上 这情况就像是有个妖魔在施法 把池水抽干了一样 坦塔罗斯不只要忍受口渴 她还要忍受饥饿 在她的眼前的湖岸边 长着一排一排的果树 结满了雷雷果实 树枝被果实压弯了 正好垂掉在她的额头前 只要抬头朝上张望 她就能够看到树上 蜜水玉滴的生梨 鲜红的苹果 火红的石流 还有香喷喷的无花果 寒绿油油的橄榄 这些水果似乎都在微笑着向她招手 可是等她垫起脚伸出手来 想要栽取的时候 空中就会刮起一阵大风 把树枝吹向空中 除了忍受这些折磨之外 最可怕的痛苦 是连续不断的对死神的恐惧 因为她的头顶上正掉着一块大石头 感觉随时都会掉下来 将她压得粉碎 坦塔罗斯灭世神奇 被罚入地狱 饥渴交迫 加上对死亡不断的恐惧 永无休止地忍受三重折磨 后来 人们将这种心境称为塔坦罗斯的苦恼 传说中的考林斯王西西佛斯 她因为欺骗的神奇 狡猾之罪受到了惩罚 最明显她必须被处罚 要将一颗巨大的石头推上山顶 然后再也睁睁看着巨石滚上山脚 西西佛斯要用无止境的推石头一直到今天 人们会将这种浪费时间和能力的工作 成为西西佛斯的工作 西西佛斯是人间最足智多摩的人 她是柯林斯的建成者和国王 当年众斯卢走和神伊索普斯的女儿伊勤纳 和神曾经到柯林斯找寻女儿的下落 西西佛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就以一条四季长流的河川来作为交换的条件 由于她泄露了宙斯的秘密 宙斯就派出死神要将西西佛斯压到地狱 没有想到西西佛斯却将计就计绑架了死神 也造成人间长久以来都没有人死去 一直到死神被救出来为止 西西佛斯才被打入冥界 说到西西佛斯 她是一个足智多摩的人一点也没有错 在被打入冥界之前 她还想到了一个办法 西西佛斯交代妻子莫洛珀 不要埋葬她的尸体 到了冥界之后 西西佛斯对冥界的人说 一个没有被埋葬的人 是没有资格呆在冥界的 请求给她三天的时间 回到阳间去处理自己的后事 没有想到 西西佛斯一看到美丽的大地 就赖着不走 不回冥府了 一直到她死了之后 被判到地狱受罚 在那里 她每天要把一块沉重的大石头 推到非常陡峭的山上 然后 往边上迈出一步 眼睁睁看着这一颗巨石 滚落到山脚下 西西佛斯要永远地重复着 这一种毫无意义的动作 她唯一的选择就是 那一块巨石和那一座斗山 以前 在瑟萨利有一位叫伊克西翁的国王 她既英俊潇洒 又力大无穷 国王对美丽的戴姑娘一见钟情 向她求婚 但是戴姑娘的父亲迪奥尼斯 不愿意离开她的孩子 最后伊克西翁承诺 让戴姑娘的父亲 可以拥有王室的金库 父亲才答应把女儿嫁给国王 伊克西翁把戴姑娘娶回家 但是 她却没有要履行承诺的意思 很长的时间过去了 父亲没有得到半毛钱 于是迫不及待的去找伊克西翁 吵得她不得安宁 终于 伊克西翁决定 干脆彻底的除掉这个麻烦的老人家 伊克西翁打开了金库 一把将老人推了进去 然后将他活活烧死 宙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非常地生气 惊恐的伊克西翁跑到天堂 苦苦哀求众神 欢恕她不诚实的行为 她的请求得到了准许 众神让她在辉煌璀璨的神殿里待着 没有想到她那一双好色的眼睛盯上了赫拉 赫拉光彩照人的美丽 让她神魂颠倒 甚至痴心妄想 要让赫拉跟她一起私奔 宙斯看到伊克西翁的心机 她把一朵赫拉形状的云 送到了伊克西翁的面前 伊克西翁果然是上当了 她和云朵做爱 生下了半人半马的怪物 非常生气的宙斯 把伊克西翁打下了地狱 将她绑在一个不停旋转的火轮上 急速旋转的火轮 永远折磨着 撕扯着伊克西翁的躯体 除了坎达罗斯的苦恼 西西伏斯的工作之外 还有一种达奈斯的工作 这是因为达奈斯在自己父母的要求之下 嫁给了自己不爱的人 新婚之夜那一天 达奈斯就将自己的丈夫给杀了 因为这个罪 达奈斯又在冥界里接受处罚 她必须将水桶打满水 不过这个水桶底下有破洞 永远也不可能装满水 所以 对于徒劳无关的工作 成为了达奈斯的工作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唱所预言 我们下次再见 唱所预言是十方法界卫士 为亲子共赏 特别计划制作的节目 制作的风格新颖 跳脱以往 跳脱以往的绘制手法 画面的呈现更是细腻精致 唱所预言节目 涵盖了古今中外的预言故事 希腊神话 还有星座传说等等 不仅适合小朋友观赏 更是亲自共同观赏的最佳节目 您的支持是我们的助力 您的护持是我们的动力 请护持唱所预言节目制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